大家好!第三隻眼睛大力看世界 香港名利斯說 由2024年至2043年是九運 九運對應周易八卦中的尼卦 意味著火 前十年即2024至2033年 稱之為炳火年 炳火是太陽之火 性質剛烈 炳火可燒盡世間一切大奸大惡等不好的東西 因為上天是絕對公平的 該罰的就會罰 該想的就會想 今天我們就來和大家聊聊 發生在中國的炳火之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年元宵節 傳統的元宵燈籠和炎火少了很多 一些地方甚至不惜露民傷財 動用成千架無人機表演燈光獸 與此同時 元宵佳節這一天 多省多地就出現真材實料的炎火普天同慶 這些真實的炎火 很多是山火 半個貴州省都在燃燒 有影片顯示 貴州某地山上大火蔓延 當地居民根本無能為力 只能眼白白地看著山上處處房屋被大火吞噬 還有影片顯示 一名貴州村民的養豬牆被山火焚毀 十幾頭豬被燒死 一個大男人毫濤大哭 貴州山火一直被中共壓制掩蓋 至今沒有人知道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情況 任何消息 包括當地或路過的人 拍攝或文字傳輸網上 都會被刪帖或拘捕的待遇 據知情人士在網上爆料圖片顯示 貴州省貴安新區馬長派出所一名旅警 威脅村民和通知說 我再重申一次 你們如果看見起火的地方 不要發影片在朋友圈和抖音 如果發網上要負法律責任 如果沒有看見就算了 不要問不要說 這就是為什麼這麼長的公路鐵路上的行人 都沒有發一條消息出來的原因 大家不禁奇怪 由天災人禍辣 傳告親友 趕緊致防 這不是在降低損失 維護穩定 幫助中共嗎? 中共為什麼不僅不感謝 反而還要拘捕傳遞資訊者呢? 中共的出牌為什麼與世不同 有背正常呢? 中共不僅不報真相 告訴市民致防 反而威脅民眾 將起火的地方 告訴朋友圈 要負法律責任 引起聚焦關注 中共真是火了 元宵當日 至少有三個城市傳出現足起火的消息 一個是在桂木斯一處高層住宅 由下道上燒成一條巨大的火龍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黑龍江桂木斯市一高層住宅 火勢由一樓迅速蔓延到同一單位的17層頂樓 火光紅紅 龍鷹滾滾滾 火苗不斷地由各層樓的窗戶鼠出 源於一條巨大的鼠躍的火龍 據悉 起火點是三江雙茂城的高層住宅的其中一個單位 熱似由外牆燒起 之後向上蔓延 時間在晚上7點左右 另一個是在廣東深圳龍華市場 一家玩具店亦發生大火 十幾部消防車到牆 可見火勢不少 目前還未見中共官方通報 人員傷亡和財務損失情況不明 第三個是浙江寧波海柱區 涉加新家園的居民樓著火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一棟居民樓的六層頂樓窗門噴出火洩的鹿煙 後來消防車到現場滅火 但是消防車噴出的水柱無法抵達六樓 另一段影片中 水柱已觸及一個霧火的窗口 但是似乎作用不大 樓房另一側的窗口也霧出火苗 但卻沒有水柱射入 這件事同樣未見官方通報 就在元宵節的前一天 江蘇南京市宇花台區明常西遠 六棟高層住宅樓燃起大火 由一樓燒到頂樓三十多層 當日中共指4人死亡 第二天承認至少有15死44箱 但民眾指其實傷亡更嚴重 財產和經濟損失更難以估計 也是在元宵節的前一天下午 河北寒丹市復興區鐵路大院社區 亦傳出火災 目擊者說著火樓層位於五樓 當時六樓一名男子被迫由六樓跳下來 生死不明 當地官方沒有通報傷亡情況 之前江蘇南通海安經濟技術開發區 亞太興俠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生爆炸 朱輝區東風路鄉月食虎發生火災 另外還有遼寧丹東鳳城市河北刑台任澤區 都有住宅社區發生爆炸、火災 中共真是沒有能力排查 預知防止爆炸和火災情況嗎? 中共國有大量的公安、警察 全國各大城市佈滿朝陽大媽、西城大爺、 上海阿姨、老羊群工、武林大媽等 這些基層民間組織 還有所有城市基本 有網絡人員及密密麻麻的監控監視 不是說公安可以在5分鐘到達報警點 10分鐘內可以衝入文宅 拘捕上訪戶、維權律師、思想異己者 修煉器官的人嗎? 為什麼不知無能力的預警 防止災情 不是無能力 是公安和社群組織的精力 不在這裡 他們關注和要防止的是手無寸鐵 不會反抗的老百姓維權 這是快、準、狠 因為這是上面領導要求的政治任務 延用江澤民將任何不穩定因素消滅盟牙中的思想 至於天災人禍發生了封鎖消息 拘捕傳播消息的鬧事者、尋釁之事者 至於災情責任嗎?可以找代罪高藥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最後沒有人會負責 有網友說 天災人禍每天幾宗 官員不問不妨 真是懷疑和他們有什麼內在不可告人的瓜葛 如果沒有看見就算了 不要問、不要說 也有網友說 任何一個天災人禍 中共首先解決的是傳播消息的人和管道 人和管道解決了 天災人禍就沒有了 問問中共國人 說 不知道啊 沒有啊 風景那邊多好啊 當地知情的人都習慣於被迫沉默了 就好像條件反射一樣 遇到災情先掩住自己的手機 最後中共國的人都習慣了 都處爆炸 也說沒有爆炸了 就算是中共故意要製造一些事端 一批批中國人死了 也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驚訝 沒有人反抗 這就是事實 而香港風水師風水號早就警告過大家 他說2024年是執法殲裂 亦即是罪有應得年 賞善佛惡的一年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若然未報 2024年就到 風水號強調說 2023年 百年一遇 千年一遇 中國大陸發生很多異象 是上天被人最後懺悔的機會 如果世人不聽 不理 偽裝不知道 這就會錯過最後救贖的機會 2024年就等著上天的懲罰了 他說 由2024年到2043年是狗運 狗運對應周易八卦中的是力卦 意味著火 前10年 即2024到2033年 稱之為炳火烈 炳火是太陽之火 性質剛烈 炳火可燒盡世間一切 大奸大惡等不好的東西 除了做好人之外 我想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逃避天險 上天是絕對公平的 該罰的就會罰 該想的就會想 風水號說 如果世人不聽 不理 偽裝不知道 那就會錯過最後救贖的機會 2024年就等著上天的懲罰了 就如風水號所說的 中和大陸發生許多異仗 是上天在被人最後悔過的機會 特別是踏入2024 各種天災人禍頻頻發生 除了雪災 薄災 凍雨 山火 還有地震 特別是新疆 最近更是地震不斷 例如剛剛過去的2月25日12時14分 新疆克芝勒蘇州阿俠奇縣就爆發 5.8級地震 震源深度11公里 下10 黑州等地震感強烈 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報告 2月24日上午 新疆克芝勒蘇州阿俠奇縣才發生 5.3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周邊震感明顯 有新聞說被震醒了 1月30日 新疆克芝勒蘇州阿俠奇縣發生 5.7級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10千米 1月23日 新疆烏十縣爆發 7.1級震震 頻繁的地震 很可能是另一場大地震的預告 而且幾乎所有的靈媒 和占星師都提到2024年 將會有很多地震發生 所以還是請大家多加小心 特別是在地震大的朋友 更需要防範 在之前我們也和大家分享過 阿南德的預測 他在去年一次預測中警告過大家 2023年3月和2024年3月之間 很有可能發生一次大地震 馬來西亞拿督鄭博健在1月14日的預測中 就提醒過大家 3月地震和海嘯的能量特別強 愛爾蘭著名占星連鑑 魯摩爾連鑑 也預測了2024 將出現一場改變世界的大地震 而台灣明里斯高玉林也表示 2024年的逆經植連卦是雷火峰 有峰盛之意 也有多故、多事之象 高玉林說 雷火峰除了延續近年的極端氣候現象 2024立下注意熱及水的災情 秋冬嚴防、冷和雪的堆疊之外 地震、火山 將會是今年更要嚴防的天然災害 日本的開年第一天地震、陸兒島和冰島的火山爆發 孔章是今年的序曲 台灣另一名明里斯 柯柏成也說 這句北宋兆雍讚 旺記經誓書 2024年的直連卦為雷火峰 加上2024年就是風水上 所謂的雷掛九雲20年的開始 兩者奇妙共同的一點 都是與象徵文化有關的離火所有連結 風掛掛像、下離、明而上震動 明已動、明同動、相得益彰、可光可大 所以有盛大之象、雷電齊發、自古有執法的意象 因此對於執法的公正而明性 是國人所期待的執政首要要務 無論哪個當選領導人 都必須動述這個最深沉的天意 柯柏成分析說 依照甲晨年的年卦顯示 2024年發生土石流以及大型地震的狀況相當高 發生在農曆七、八月、兩個月之間大型地震的可能性不小 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們的節目中得到啟示 找到避難良方、平安度過天情之列 我們下次再見